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爵士虎飞扬在天荡山脉雨后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姚金梁眸光闪动轻笑道 啥这些喽啰不过举手之劳 倒是维青你的伤 维青此刻全身冒出血来 那大片的龙鳞直接粉碎 还有许多碎片直接嵌入肉里 伤得极为恐怖 不用管我 维青的呼吸极为沉重 他手中一枚巨大的黑玉斑纸上幽光一闪 便出现几只羊枝玉瓶 倒出各种颜色的丹药来 挑了几粒吞了下去 特别是其中一枚鸽子弹大小的丹药 上面满是古怪的纹路 一经出现便在维青手中晃动不停 竟好像是要破空而去一般 维青冷哼一声 五指用力一捏 便直接张开嘴扔了进去 猛的一口吞下 姚金梁眼中金光一阵而没 想不到大人连三文双龙丹 这种传说中的圣物都有 看来这伤势很快就会好 是我多心了 维青面色稍稍恢复了一些红润 除李云霄火周外 其余之人全杀了 姚金梁轻声应了一下 便长袖一扶 转身便朝那三老走去 所有人都是一下紧张起来 有惊有喜 宁可为败王 行事急转直下 胜于一方算是已经赢了大半了 接下来的关键便是三老和姚金梁之战 但从之前的对决看来 三老似乎完全处于下风 宁可云还在悲痛的哭着 抱着宁可为的尸体坐在地上 痛不欲生 红老脸色一沉 可云 你带着老城主的尸身赶紧离去 他似乎已经做了不妙的打算 宁可云哭了一阵后 声音渐渐的低了下来 身上慢慢的涌起杀气 韩生说道 我哪也不去 我要去杀了围青 他放下宁可为的尸体 身影一闪便冲天而起 一股狂决的力量涌现出来 朝着战舰大吼着冲去 还我爹的命来 围青瞳孔皱缩一片冰冷 但却并未慌张 战舰手端一道身影闪动 白骨堂浮现出来 持剑而立 剑势不断高涨 小妮子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舞爵嘛 总得有人死才对呀 你爹走的时候 还是很悲壮的 那我就先杀了你 宁可云已经彻底发疯了 满脸都是泪水和杀气 一柄匕首猛的展向白骨堂 白骨堂扬起剑来一挡 蹦射出无穷剑意 他整个人纵身一退 便猛地稳住了身体 虽然实力不如宁可云 但此刻已经退无可退了 围青就在他的身后 若是自己躲开的话 围青就危险了 死 死 宁可云发狂地展向 漫天都是剑影 一下逼得白骨堂 手忙脚乱 身上不断被斩出伤来 远处 突然一道青光闪动 李云霄瞬间消失在原地 不好 罗青云一惊 便看见一道青光 骤然出现在那战舰上 画出李云霄的模样 他大怒道 住手 荒神明月枪凌空刺去 砰的一声 击空千里 吕云霄面色冰冷 对那一枪似乎视而不见 抬起手来 四色兜率天 缓缓飞出 他的身体 直接被罗青云的枪势 破开一个大洞 化作青色的雷声 阴沉着脸 抓起兜率天 就猛地砸了下去 山峰一出手 天空就巨震一下 整个空间被压缩起来 四色光芒 飞速旋转 地势坤 厚得载雾 整个战舰 都在那股巨大的威压下 震颤起来 围青脸色大变 惊骇地抬起头 难以置信地望着那四色山峰 似乎要碾压一切 李云霄面色冰冷 眼中一片杀意 此刻是围青最为虚弱的时候 也是杀他的最佳机会 一旦错过的话 就千难万难了 你是在蔑视我吗 罗青云愤怒的声音传来 一闪之下 便落在围青的身旁 身躯骤然妖化 大吼着一拳轰了上去 真龙大立脉 只见一击龙拳 轰在那山峰上 罗青云痛得大叫一声 手臂直接变形 里面传来鼓爆声 整个人更是被那股 厚得在物之意震飞 但那兜率天也偏离了位置 轰的一声落在战舰上 直接砸出了一个巨坑 那股恐怖的土系元素之力激荡开来 围青连人带椅都飞了出去 在空中喷出一口血来 就连宁可云和白孤堂的战斗 也受到土系元素的冲击 两人一下分开 相隔十丈对峙着 李云霄眼中闪过一丝怒色 身影一闪便出现在下方 将那兜率天接住 众人都是心中惊骇不已 刚才那东西的重量 有目共睹 不明白他怎么拿得起 围青 想杀我吗 去死吧 突然一道怪异的宁笑声响起 天空上一抹刀光乍现 猛地斩了下来 一名满头白发的老者凭空出现 正是秋暮节 眼里爆出凌冽杀气 罗星云面色一沉 暗呼不好 猛然大喝一声 单手掐绝 同时长枪在空中一扫 围青面前的空间突然波动起来 一道身影从旗内走出 杨起利爪猛地击了上去 直接抓向刀芒 那道影子惨叫一声 手臂被斩出极深的伤害 但整个人站在原地一下未动 只是愤怒地盯着秋暮节 脸上满是猙獰和咆哮 这是 秋暮节浑身一颤 惊到 鬼修罗 炼制成功了 李云霄也是心中猛惊 只见那出现的空手接斩之人 完全一副妖化的模样 像是原类又有极大的不同 全身一片毛茸茸的灰色 手中爪子闪烁着幽黑的光芒 胸膛上金光灿烂的一个七字 非人非兽 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他背上还背着一个墨盘大的龟甲 古怪异常 维青虽然脸色发白 但之前的那些灵丹 似乎起了极大的作用 开始有些红润起来 称赞道 罗清云 做得好 罗清云道 我刚才见你危机 若不再将他们召出来的话 怕是就危险了 维青冷冷的盯着秋木节 毛子里面闪动着沙气 这才对罗清云说道 不错 此战如此艰辛 也是我未曾料到的 特别是宁可维的实力 差点要了我的命 既然将他召唤出来了 其余的也一并出来吧 正好将此地的余孽全部清除 祝你登上红月城城主之位 罗清云眉头皱了一下 似乎有些犹豫 但很快便答道 好 他手中战枪搁在手臂上 食指飞速掐绝 身边的空间不断波动起来 一共九道漩涡 每一道漩涡之中 都传来恐怖的气息 慢慢走出一名非人非兽 你 你真的做到了 秋木节一目望去 顿时惊骇道 你是如何做到控制他们的 李云霄也是惊恐不已 罗清云身旁走出来的 那九只非人非兽的东西 一个个气息异常强大 而且全是怪异非常 有的牛头蛇身 还长着四只脚 有的头上双脚 却是不同种类 还有一个直接是四头八臂 比真魔法相还要恐怖 而且 这些东西身上都有数字 加上之前那个七 正好是从一到十 他满脸阴沉和古怪的看了秋木节一眼 这些东西必然是他弄出来的 秋木节也是脸上惊愕 低吼道 不可能 绝不可能 老夫研究了那么久 才想通了制约平衡 你怎么可能做得到 就算你掌握了方法 这些可都是九星巅峰的存在 又岂是能够如此轻巧的控制的 这十只怪物的出现 让所有人再次停下了手中的争斗 除了紫敏记和唐庆 早已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其余之人全都望了过来 一脸呆滋之色 唯青 冷横道 能够实现肢体融合 你的确是功不可没 但你竟敢背着我藏着掖着 这也正是我要杀你的缘由 对我起了戒备之心 又无其他用处了 那我还留你有何用 秋木杰身躯一阵 惊怒道 以兮 是秋以兮做的 他发狂的怒吼道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以兮是我的义子 怎么可能背叛我 唯青轻蔑地说道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跟着你的话 那只是一条 满天下被人追杀的狗 跟着我 却是能够独挡一面的大书恋师 你说 他该如何选择呢 你 秋木杰似乎是受刺激过度 猛地喷出一口血来 满脸的怨毒 李云霄曾经听 顾月生说过 秋木杰弟子无数 但都带着试验品的兴致 唯有两名弟子 才是他的真传 其中一人 便是被自己杀掉的杨元叔 那么第二人 应该就是这名义子 秋以兮了 秋木杰眼中一片怨毒 稍稍吻了一下心神 才说道 好 就算你用我的秘法 实现了鬼修罗的大乘 但以鬼修罗的暴力之性 如何会听你的指挥 维青笑道 怎么 你也想弄这么一支队伍出来 告诉你也无妨 驯服他们的便是血脉之力 血脉 秋木杰皱起眉头来 李云霄也是一副沉思的样子 还有大地之上的秋木杰 他们都是顶尖树脸师 虽然眼前的一幕 实在是有背伦理 以及令人恶心 但却无疑是伟大的树道成就 秋木杰猛然一惊 骇然地望着罗青云惊道 龙血 真龙之血